说到张子怡,她在国内演员中算是很有声望地位的女性,她不仅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还受到不少大佬的青睐,说明国际章的交际能力有多广,纵观娱乐圈几乎没多少人能赶上她,然而被人称为国际章。 刚开始,她们那段恋情并不被外界看好,有人甚至还狂言说没多久就会分的,但事实证明她们不但没有分,反而与汪峰结婚了。 不久还生下了一个女儿,不得不承认汪峰真是个了妹高手啊,连国际章都能搞定。 其实说实在的,她们在一起并不是很般配,毕竟国际章这位国际女星,美丽又大方,而汪峰不仅长得不怎么样,名气与张子怡更是相差甚远。 汪峰与张子怡的前任相比,那真是没法比,毕竟她的前几任都是赫赫有名的高富帅啊。 至于是什么原因让张子怡奋不顾身的嫁给带子三婚的皮肤汪呢? 张子怡的人生不落张艺谋,一语道破事情的真相,现在的张子怡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名与力看得那么重了,毕竟这些她都有,而现在需要的是安危与幸福,而汪峰恰恰能给予她这些。 看到现在的张子怡脸上都是满满的幸福感,张子怡虽然是孩子的母亲了,仿佛一点都没有走样,当初她们的这段感情都不会外界看好,但是谁又会想到的是,汪峰会在张子怡生日上表演花样求婚,然后张子怡还果断答应了,到现在都已经生了个女儿醒醒,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,不管怎么样,祝福她们这一家吧。